全油管最快新闻,美国前总统吉米,卡特的孙子乔什透露, 他的祖父和祖母正处于人生的最后阶段。 在今年2月经过一系列住院治疗后,卡特决定在家中接受临终关怀。 乔什表示,虽然祖父快99岁了,但他感受到了多少祝福和爱。 罗沙琳患有失智症,但仍能认识家人和记住新事物。 整个卡特家族正在为未来做准备。 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在世总统,他于1976年当选第39任总统。 在2015年康复脑癌后,他在2019年又面临健康问题。 卡特和妻子罗沙琳目前一起待在家中度过剩余时间。 吉米,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, 他和妻子罗沙琳正在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, 值得人们关注和尊重。 他们的故事也提醒人们要关心和尊重老年人的需求, 在临终关怀方面提供支持和关怀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